75. 文匯報 永安旅遊廖8月中伏辦韓團 2015年7月8日香港新聞A12香港文匯報信 記者員坐箱 今夏市民外遊小鳥一個好去處 韓國受中通呼吸綜合症疫情影響 至今仍被港府力為紅色外遊警示國家 永安旅遊估計 最快或需自8月中巡財恢復韓國旅行團 不少原有意旅行的市民 帶多轉往台灣或星馬旅遊 此外 為推廣網上預訂平台 永安即日起推出兩大優惠 向市民送出來回台灣機票及限時優惠 旅客可以6至7隻價錢購得一成市的旅遊套票 永安旅遊副總經理馬世民透露 富行旅客約佔整體人數的15%至18% 受疫情影響 永安預期營業增長 由原先估計的一成下跌至約6% 他指這批旅客中最多人轉往星馬地區及台灣旅行 因價位與負航相近 加上下季星馬流連當造 吸引力反而更升價位高的日本 不過 他指出 港府將新沙士疑似患者的觀察期定為28天 因此預料最快要8月中才恢復韓國旅行團 他補充 本身也有一班粉絲等候負航 所以恢復韓團的話 價位亦不會跌很多 旅行社介事會向當地接待公司爭取更優惠價錢 網售7折自由行套票送台機票此外 為推廣網上預訂平台 榮安即日起一連8個星期 在Facebook送出合共100張來回台灣機票 另外逢週三下午3時至4時 推出一個城市的自由行套票 其價格相等於原價的約6至7折 市民只要在一小時內登入網站 投入套票即可 並無名額限制 據悉今日下午首次開售的城市位於泰國 永安又在手機應用程式內新增與訂澳門及深圳機場支船票 便值來往三地的旅客